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6月9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独播 我是Jennifer 中国电信美洲公司要求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不要撤销它近20年的营运许可 好让它可以继续提供往来美国的国际通讯服务 美国国会参议院周二公布的一份报告 批评美国政府在过去20多年来 没有对中国国有电信企业进行恰当的监管 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的报告说 美国政府20年来在对美国运营的 中国国有电信公司的监管几乎为零 美国政府对中国电信国企监管形同虚设 美国参议院调查人员6月9日表示 美国政府没有对三家在美国通信网络上运营的 中国电信公司所构成的风险进行必要的监督 中国电信美洲的母公司是中国国营的中国电信 美国司法部等机构4月时表明 基于国家安全疑虑 要求联邦通讯委员会撤销 中国电信美国的营运许可 中国电信随即表示 美国政府的指控毫无根据 呼吁联邦通讯委员会不要紧急于外交政策考虑 在缺乏任何具体不当行为的证据下撤销其在美国的经营权 美国司法部 国土安全部 国防部 国务院和商务部 4月指有关与中国电信业务存在着显著及不可接受的国安及执法风险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在4月发出陈述理由令 警告它可能关闭三间由中国国家控制的电信公司的美国业务 它们分别为中国电信美洲公司 中国联通美洲公司和太平洋网络有限公司 以及其全资子公司信通电话美国 6月9日 美参议院调查人员表示 政府官员对三家在美国通信网络上运营的中国电信公司 所构成的风险只做了最低限度的监督 根据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的报告 联邦机构未能恰当地跟进一些旨在保护国家安全的协议 没有提供足够的人手来审查中国公司 而且运作过程混乱 报告还批评了用于监督这些公司的资源 报告称 国土安全部和司法部分配了不到5名员工 进行电信组评估的实地考察工作 并检查这些公司是否能遵守与该组达成的协议条款 该小组委员会还表示 审查程序的配置存在缺陷 并指出 由于没有得到国会明确授权 审查程序的运行属于临时性质 该小组委员会的成员在6月9日的电话会议上 对媒体表示 他们预计将与这些机构讨论解决问题的立法 随着各种针对新冠病毒的研究逐渐深入 许多真相陆续查清 但也创造出更多的问题 近日挪威与美国科学家在新冠病毒研究上都有新发现 其中比较受科学界注意的 包括新冠病毒刺脱白的部分序列已为人工插入 显示其起源并非完全是自然界 另一项研究则发现 新冠病毒可能在去年10月 就已大量在大陆华中地区传播 据美国之音报道 挪威病毒学家索伦森近期发表在 《生物物理学》记刊上的一项研究表示 新冠病毒刺突蛋白的某些序列 似乎是人工插入的 该研究还指出 科学家发现病毒自爆发以来缺乏突变 这表明病毒已经具备了与人类共存的能力 索伦森6月7日接受挪威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 导致新冠病毒感染的病原体的特性 与SARS有很大不同 这些特性以前从未在自然界中被发现过 新冠病毒非起源于自然界的推论 并非新的理论 但近期英国军情六处前负责人迪尔洛夫 公开表达对此理论的支持 认为新冠病毒可能是中国大陆病毒实验室的事故 造成病毒泄露 他还指出 他不相信大陆故意释放病毒 但指责北京随后掩盖病毒传播的规模 报道说 日前哈佛大学公布一项新研究也指出 武汉各大医院周围的汽车流量在去年秋天急剧增加 这表明病毒可能早在疫情首次向世界披露前 就已在大陆中部地区出现并传播 领导这项研究的哈佛大学医学教授布朗斯坦表示 研究团队使用类似于情报机构所采用的技术 分析了商业卫星图像 并观察到从2019年夏末至秋初 武汉五家主要医院外的交通流量显著增加 显然在新冠病毒被认为大流行之前 就已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社会混乱 布朗斯坦承认证据是间接的 但研究也为新冠病毒起源之谜 贡献了一项重要的新资料 纽约时报刊文指出 公开记录显示 北京正试图扩大其在西方互联网上的影响力 采购文件显示 中国互联网监管机构已经寻求承包商 帮助其利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 开展网上重大主题宣传 总部设在纽约的非引力新闻编辑部 Propublica 追踪了1万个有关新冠病毒 和香港抗疫活动的可疑账户 意大利数字营销公司Alchemy发现 许多称赞中国向意大利提供医疗援助的帖子 背后的用户看上去不像真的 今年3月 两条赞扬中国应对疫情的推文 被点赞和转发数十万次 这些推文既不惊人 搞笑 也不具备新闻价值 而且来自关注数不多的用户 使用网络分析识别和预防金融犯罪的 以色列公司Nextim 也扫描推特系统时 发现了很大的异常现象 Nextim的首席执行官 内塔·马罗姆认为 因为规模太大 不可能是偶然的结果 另据澳大利亚研究院发布的一份 调查研究报告 如同病毒 新冠病毒错误信息的 有组组织散播显示 今年3月以来 一批有组织的网络水军在社交媒体上发布 新冠病毒为中共政府人为制造的武器的观点和论述 作者Tim C. Graham表示 这些账号多数为支持川普的极右翼团体所操作 澳大利亚研究院委托昆士兰科技大学专家 通过深度调查发现 在该议题中 共有2903个推特账户 以及4125个网站链接 组成了一个转发推送的团体 而这些账户或者是为政治目的服务 或者是为了推广网站链接 新冠疫情初期 中共政府隐瞒和拖延疫情 但在中国现有的体制下 民众难以向政府追责 于是近来在中文社交媒体上 广泛流传着越南进行政治改革的消息 体现出中国人对越南民主化的期待和向往 同样是共产党主政的国家 越南的政治改革是否真的走到了中国的前面 据自由亚州电台报道 46岁的武汉人刘亚东 原在深圳一家教育机构打工 新冠疫情期间公司接业 他趁机去了趟越南 刘亚东在越南只待了一周 就已决定要在越南从商定居 最重要的对我来说是逃离一个坏的地方 只要另外一个地方相对来说比较好 我就选择一个比较好的地方 这个在刘亚东看来相对较好的国家 近年来在国际舆论界的曝光度不断提升 随着美中全方位交恶 不断有消息传出 世界产业链的一部分正从中国转移到越南 最近越南政治改革的传闻又在中文社媒上火了一把 在推特 微博上乃至微信群中 不断有人以艳相的口吻提到了越南的极大体制改革 党内和国会采取差额选举 官员财产公事 公务员打破中身制和建立西方式的工会组织等等 甚至有人惊呼 这些改革措施表明 越南的改革直追日本的明智维新 这些观点或观察在某种程度上 暗示了部分中国民众渴望变革的心态 越南的确走出了大胆改革的一步 但改革之路仍在探索中 越南共产党多年来逐步在党内开展差额选举 但在越共最高领导人的选举上 差额选举实行的并不顺利 官员财产公事的做法也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越南政府早在2005年通过的 《防止和反对贪污腐败法》中 就规定了公职人员必须公开申报财产和收入 自那以来 财产公事制度经过多次修改 直到2018年《反腐败法》修订 对财产公事做了更严格的规定 长期研究越南公务员制度的泰国学者塔伟邦说 这些法律规定还有不少漏洞 外界也对越南政府改革公务员终身制暴涨浓的兴趣 认为这可能也是一致腐败的措施 越南国会的确在2019年底修订了公务员法 打碎了部分公务员的饭碗 让他们从2020年7月1日起实行合同制 受到聘用才能上岗 但这里针对的公务员 目前仅限于指示教师 医生和图书馆员等公用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 此外 越南政府于2019年11月修订了劳动法 规定从2021年开始越南工人可以自行组织工会 这是在越共控制了越南劳动总联合会之外的组织 这一改革的确在越南国内赢得了激进的赞誉 香港反送中运动6月9日兼满一周年 这是香港一来最持久的社会运动 创下参与人数达200万的最大型和平游行记录 也发生过多次激烈的警民冲突 截止5月底被捕人数接近9000人 这场没有大台主要靠网上讨论区 及流动通讯城市动员的流水式社运 改变了香港的社运模式 以致政治社会面貌 甚至引发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 启动制定港版国安法的立法程序 将会透过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引入香港实施 令香港从此变得不一样 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发文说 6月9日是香港人抵抗恶法的集体会议 但它同时也是港人功夫一恶的开端 同时香港多处商场在午餐时间出现了小规模的抗议活动 抗议者高呼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 活动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后和平散去 有些抗议者手持标语牌 上面写着我们不能呼吸自由香港 年轻生命也是生命 据港媒报道 数以百计的市民无惧警方请告参加 晚约7点大批市民亮起手机电筒高喊一息盛存 抗争到底及反修理口号 离开这打花园走出中环多条马路 有人在玉多利黄后街设置路障 在德普道中筑记散阵 有大批警员在中环地区戒备 并检查市民带走多人 据路透社消息 香港活动人士正在筹划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他们计划在下个周日就是否针对国家安全法举行全市范围的罢工罢课 进行一次公投 与此同时 林郑月娥例行行政会以前表示 过去一年香港经历的苦难有目共睹 每个人都要吸取事件的教训 因为香港承受不起这些乱局 林郑月娥还表示 香港市民希望稳定安宁的环境 可以在这里安居乐业 受新冠疫情及香港问题影响后 英国政府接连出台对华强硬政策 中英关系紧张 英国曾表示 除非中国终止落实港版国安法 否则将给失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也就是持BNO的港人更大签证权利 对此中共外长王毅对英国发出警告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外来干预 据报道 王毅近日与英国外交部长蓝涛文进行对话 他指出 中英都是联合国安理会承认理事国 英在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不干涉别国内政上做出表率 英方在这一问题上 务必要采取甚至诱甚的态度 不过有评论说 王毅太不讲理 英国人给人护照 给人签证 完全是英国的内政 是英国人的权利 另外 英中贸易协会主席萨斯恩近日发表题为 英国承受不起背弃中国的代价文章指出 英国与中国的共生互惠关系非常深 很多批评者却不愿意承认 文章称 当前英国在对华关系问题上 正进行某种认真反思 疫情危机以来 许多人呼吁我们在第二大经济体 打交道方面动真格 就对华关系而言 动真格意味着要认识到 英中有着重要经济关系 英国承受不起让两国关系陷入危机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